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为捐赠典礼揭开序幕 观光餐体学院院长叶仲欣指出 休闲事业管理学系从101年开始 推动圆梦新渊树大叶松幸福的活动 这项公益活动不只是凝聚小爱为大爱 帮助家福中心小朋友圆梦 更引导学生明白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付出 并在服务的过程中体会公益的意义 我修改的同学我真的很感动 花这么多时间到外面去复集这些礼物 这些返向的帮助这个家福的学生 那我想鼓励各位走出这个学校本来就很困扰 社会不是像你在学校这个样子 外面的没有老师对你这么多的包容和了解 外面可能会给你脸色看 你可能要想尽办法 他们才可以帮你 这是我觉得从这次活动 我感觉各位这是很难得的一刻的活动 今年是我们第四年举办这样子的一个 捐赠的仪式 那今年我们总共募集了700份礼物 有200份是我们的毕业校有帮忙的 那也因为家福今年要 要筹建一个儿童少年馆 所以我们今年呢 有多了一个口号就是帮 滔滔口袋淋钱 帮帮彰化家福的一个活动 今年的圆梦心愿术活动 获得许多休闲系毕业校的响应 系友是任领了200份礼物 还有许多系友主动捐赠物资 去年毕业的呂佩宇 任职于633生物科技公司 公司决定共襄盛举 捐赠100项的安心实面 让孩子们有一根暖冬 希望借由公司的共同响应 心愿术活动 能够发挥抛砖营的力量 凝结更多的爱心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本身 就会推动慈善工艺的部分 那这阵子我们刚刚也在进行 我支持食物不浪费的活动 那因为本身是校友的关系 所以联想到戏上有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就想说看能不能透过 校友牵线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公司可以一同加入 捐赠的行业 最感动的是 就觉得你有心 有心想要帮助 帮助家福中心的人非常多 然后他们都是非常安心 然后我们只要说 我们是在帮家福中心 然后建管 然后他们就说 好好好可以 没办没关系 休闲系这边 他们总共募到了 700份的圣诞礼物 那我们孩子听到这个消息 也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今天都在上课 所以由我来代表 那也谢谢我们叶院长 还有叶主任 今天整个的大力的一个支持 彰化家福中心主任王政官表示 谢谢大力大学休闲系推动 圆梦心愿术 大夜送幸福的活动 凝聚四面八方的爱心 传递给家福的孩子 这些礼清情义重的耶诞礼物 不只是为小朋友 带来耶诞的祝福 更让他们感受到幸福的能量 相信在爱的循环下 家福的孩童 未来一定也会乐于助人 大爱人新闻流行校采访报导 耶诞 耶诞